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種子攻略 最近天氣慢慢冷起來了 然後有時候寒流來的時候 真是讓人家覺得好像連熱咖啡都一點點沒辦法讓你很溫暖 那學長很鼓勵大家在冬天的時候 可以試試看把酒加到咖啡裡面做成酒精花式咖啡 因為酒精花式其實帶一點點的酒感就不會非常重 但是你在喝起來的時候 卻可以非常明顯的感受到 這一點點的酒精帶給你的溫暖的感受 另外一部分就是在一些風味上面 因為其實酒類加咖啡呢 這樣的喝法已經其來有志了 那包括在歐洲這是非常非常風行的喝法 像學長可能去義大利或是去維也納 其實這種喝法幾乎每個咖啡館裡面都會有 而且每一個咖啡館添加的酒可能都不太一樣 會隨著每個地方他們盛產的酒或是喜歡喝酒的不同 會添加不同的酒 所以這個冬天學長就為大家示範 用幾種不同的酒 加入咖啡以後做成很好喝的酒精花式咖啡 那今天第一集我們就用最通行的就是威士忌 威士忌當然有非常非常多種產地 非常非常多種品牌 每個威士忌當然有他們各自的特色 但是我們今天教的是個通用法則 那基本上通用在各式各樣的威士忌上面 那當然你可以稍微微調一下 譬如說如果你的威士忌的酒感比較重一點點的話 你待會在過火的過程之中 就可以稍微燒酒一點點 或者說如果你的威士忌的風味比較重一點點 有可能把你咖啡蓋掉的話 你可以稍微甜度可以再拉高一點點 加多一點點的糖 就可以讓咖啡比較配合起來比較和諧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豆的選擇呢 因為威士忌主要是以麥類來作為釀酒的材料 所以它的風味是很有特色很足量的 所以建議我們還是選擇 焙度稍微不要太淺的咖啡 因為太淺的咖啡你的濃厚度比較差 而且酸質會比較強 其實配上威士忌喝起來 可能會被威士忌的味道蓋掉 所以稍微用濃厚一點中焙 甚至中深焙的豆子都可以考慮的 那我們今天教大家的沖煮法 也是特別濃厚的沖煮法 用很濃的咖啡 搭配上同樣風味很強烈的威士忌 這樣兩種都很強的風味疊合在一起以後 你喝起來真的會覺得這杯咖啡的強度 非常的過癮 然後很適合你在冬天來一杯 要準備的東西呢 當然第一個要準備一瓶威士忌 然後要準備一點點糖 然後準備一個可以煮的容器 當然你在家裡面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模擬家裡面 用一個小的卡式爐 我們家裡面用你自己的瓦斯露也可以 當然可以選擇一個容器可以過火的 當然我們不會真的去把讓火燒起來 就是把酒精煮掉 那我今天選擇的是一個土耳其壺 金屬的土耳其壺 你們家裡用鍋子 小鍋子奶鍋都可以的 當然你家如果有這種鋼杯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 都可以 只要可以加熱酒精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先準備開始我們今天的沖煮 那我們今天選擇的豆子是 副咖啡的中生培的三茶花 雖然它是中生培 它的果酸的調性還是蠻好的 好 那我們就開始先沖煮咖啡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豆子是20克的豆子 那我們今天的粉水比很低 我們只要給150cc的水 所以要特別注意 濃度整體會非常的濃 所以你喝起來的感覺 有點像是一小口一小口喝進去 不會像一般的單米咖啡喝的 那麼比較清淡一點 好 那我們先來秤豆子 那豆子呢 來秤20克 然後研磨度呢 跟平常的手沖差不多 因為我們這次的粉水比抓的很低嘛 對不對 因為20克只要沖150cc 所以呢 我們不用把研磨度調得太細 如果再細的話呢 就容易太苦澀 反而不好喝 我們適度的增加濃度就好 好 所以我們今天使用小富士的平倒木豆機的話呢 大概是4左右 如果你是用小飛馬或是小富士鬼池的話呢 大概是5左右 好 採用的是中深培的豆子 所以我們在悶蒸的時候呢 它的效果會特別顯著 這種沖法呢 其實用中深培的豆子 或是中培以上的豆子呢 其實非常的有趣 但是跡象很漂亮 所以蠻鼓勵大家可以來試試看的 那我們今天使用手沖壺呢 使用的是 這把 黑五式手沖壺 搭配今天主題 覺得是非常的適合的 OK 然後我們就開始沖煮了 門針一樣 40cc 中間多一點 1 2 3 繞 兩圈 回中間 40C左右 然後門針時間30秒 然後我們後半段呢 會用多次斷水的方式 把整個濃度做出來 所以呢 呃 需要一點點耐心 但是呢 你最終萃取出來的效果呢 是 濃郁 但是呢不會有苦澀感 味道是比較偏淺的齁 所以雖然是中焙或中深焙豆子 但是它的風味呢 是果酸還是會蠻強烈的 這樣子用來做威士忌咖啡就很好喝 好 好第一段 中間給10到15cc的水 好 繞一下 每一段呢只一點點 那水流完 好下一段 中間給下去 繞一下 好第三段 一樣等把水流完的時候 給 繞一下 可以看到空氣整個膨脹的狀況 非常的療癒 很顯著 好 那第一水平面的時候呢 繼續給 給中間 繞一下 那每一次呢 量都少少了 就10到15cc 這樣子在萃取的情況之下呢 粉塵都會呈現一個保水狀態 好 下一次 給 繞一下 好現在給了五六次了 才100cc 然後還要再給 兩次左右 好水聲也很顯著 代表說它的排氣狀況還是很好的 好的 好 繞一下 盡量不要讓你的粉塵醃水 但是粉塵醃水 代表說給水太多了 所以盡量不要讓你的粉塵醃水 好 最後 給下去 繞一下 最後 現在已經給了130cc 最後呢 中間給一下 順順的往外繞出去 到150cc就結束 好 差不多了 最後 輕輕的給 好 筍繞 150cc 結束 好 等到全部流完 那你的下壺裡面大概有120cc左右的水 那這樣子呢 待會你再加我們30cc的威士忌 這樣喝起來的比例上面非常的過癮 濃郁 而且很溫暖 好 那咖啡沖水的部分完成以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處理威士忌的部分 當然一般來說可能在歐洲 威士忌很多的會直接加到咖啡裡面去 但是這樣子呢 你的酒感喝起來會有點太重 所以呢 以台灣人 對 酒精花式的愛好來說 建議大家 我們還是要稍微讓酒精過一下火 讓它軟化一點點 這樣你喝起來呢 會更順口 然後威士忌的香氣呢 也會更顯著 所以 我們還是要經過這個小小的動作 那火的部分呢 你在家裡面 你也有防風爐 譬如說你煮Shyon湖用的那個防風爐啊 或是你家裡的瓦斯爐 或酒精都 全部都可以 只要是熱源都可以 只要能夠讓你的酒精 大概煮到70幾度 酒精有一點揮發掉一點點 還是有點熱的 感覺的時候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抓比例 我們大概呢 抓30cc的威士忌 好 30cc 好 當然你要多一點點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建議大家不要超過 50cc 因為我們今天的 咖啡的劑量也蠻少的 所以 還是要有一個Balance 好 那另外的重點呢 就是你一定要加糖 任何的酒精花式呢 建議都有一點點的糖 做一個 調和咖啡跟酒精的一個重要的橋樓 一個媒介 風味越重的酒呢 你可能要加糖越多 那本來就比較接近咖啡風味呢 你就可以不用加那麼多 這樣威士忌呢 一般建議呢 30cc的威士忌 要加到5克左右的糖 這樣剛好5克 然後呢 就開始準備 上火了 好 我們來開火 那火呢 當然不用開到太大 就慢慢讓它煮一下就好了 然後你可以稍微搖晃一下你的 你的 土耳其糊 或者是你的鋼杯 或者是用湯匙稍微攪拌一下 因為糖可能還是會黏底的 所以稍微攪拌一下 讓糖均勻一點 那當糖受熱以後呢 也會有一點焦糖化的反應 所以香氣會更阻壓一點點 好 那大概呢 這麼少的量呢 其實很快 可能一分多鐘 甚至不用 你可能就 就會有一點點冒煙的狀態 那出現冒煙狀態的時候 代表說你的 酒精已經少量開始揮發了 這時候就可以自己控制 譬如說 你看到冒煙的狀況 你覺得差不多了 酒已經熱了 你想要喝濃口一點的話呢 這個時候就可以 直接 加入咖啡裡面 那如果你想要 再讓它燒一下的話 可以再等個30秒鐘左右 酒精再揮發一點點 喝起來呢 可能就酒感不會那麼重 好可以看到 我們大概一分鐘左右 就有聽到 有一點 波羅波羅的聲音 代表說我們的 溫度呢 已經 比較高了 稍微搖晃一下 是糖 讓糖稍微在裡面 不要直接接觸到鍋底 容易有點黏底 可以看到了 上面已經有點 波羅波羅波羅 有一點點 然後蒸氣 現在已經冒出來了 那一般學長都會比較喜歡 蒸氣開始冒出來的時候 輕輕的搖晃一下 然後呢 大概再等個15秒 到20秒左右 就把它關火了 這樣我的酒精呢 可以適度的保持住 但是呢 又不會太過於辛辣 可以看到 波羅波羅已經在滾了 好這個時候 大概過十幾秒 可以把火關掉了 再滾下去呢 就 酒精就會發得很快 好 OK 好 關火 所以整體過程大概一分多鐘 就完成了 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 你的威士忌的香氣 非常的顯著 但是呢 仍然保有一定的 威士忌的酒感 但是又不會 完全 把酒精會發掉 這個狀況之下 加到咖啡裡面是非常好喝的 好的 那我們咖啡和威士忌 都已經處理好了 這是1比7.5的 中深培的咖啡 所以它的濃度呢 非常的濃 這個是呢 30克的威士忌 然後加5公克的糖 稍微過了一下火以後 現在威士忌的香氣 整個布滿了整個空間 非常的過癮 濃喝的部分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也沒有其他的載體 因為一般來說 威士忌加 咖啡的話 我們比較常見的是愛蘭咖啡 但是我們今天不做那個 比較複雜的版本 因為那愛蘭咖啡還叫鮮奶油 我們就直接加 很單純的版本 但是其實就已經很好喝了 OK 好我們就只要 最後只要把咖啡 全部倒到杯子裡 然後呢也把酒倒進去 稍微 搖晃一下 好讓它稍微融合在一起 就完成了這個 今天的威士忌咖啡了 那難度其實相對來說 是蠻低的啦 也不像愛蘭咖啡 可能你需要把酒精點火啊 或是要加鮮奶油 那個會比較麻煩一點 在居家來說呢 這樣做酒精花絲呢 就非常簡單又好喝囉 好 來喝一下 非常濃烈 不會是咖啡還是酒精齁 都有很強 很厚重的感覺 但是在冬天喝這個 真的非常的過癮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你比較喜歡喝手蔥的話呢 冬天還是可以試試看 加一點點威士忌 然後稍微過一下火 真的會讓你的咖啡風味 提升到另外一種可能性 真的非常的棒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威士忌酒精花絲呢 就示範到這邊囉 各位有任何問題 或是你喜歡喝什麼酒啊 對其他酒精花絲有什麼想要了解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分享學長的頻道 好 那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 掰掰